饭店里做的干扁四季豆为什么鲜香好吃呢? 今天就为大家讲解饭店里干扁四季豆的做法 准备好干辣椒,新鲜的四季豆,花椒和肉末 四季豆我们已经提前摘洗干净了 用手直接掰成大小相同的段 点火起锅烧油,锅烧热之后锅内加入干净的清油 油温烧至四五成热,把四季豆倒入锅中进行油炸 直接把四季豆过油直到成熟,四季豆一定要熟透 最终把四季豆过油至表皮微皱,有一点腐皮状即可倒出控油备用 加入五花肉丁放入锅中进行煸炒 一定要把五花肉丁煸炒至干香 把肉末里的油全部的煸出 干扁四季豆加入肉丁做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香 大家可以试一下 再放入蒜片炒出蒜香味 再把干的发酵倒入锅中继续的煸炒 一定要炒出花椒的香味 再加入干辣椒放入锅中继续煸炒 炒出辣椒的香味 把干辣椒炒变色,变至深红色 这个时候再放入四季豆 欢炒至五六七八下,开始调味 放入盐,盐的量是我们平常炒菜的两倍 干扁四季豆呢,四季豆不容易入味 所以说盐的量稍微多一些 糖放少许提鲜 继续的开小火翻炒 把锅中的盐味全部的翻炒均匀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加入熟的白芝麻 这样可以增加四季豆的香味 一道非常好吃干香的干缅四季豆就做好了 看到这的朋友请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不要再犹豫了,赶快买四季豆肥来做一下吧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